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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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 千万不要陷在两个女人中间 你看我 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 才几天不见 你就成了感情专一的宣传大使了 看来还是要深受其害 才能觉醒啊 我现在的状况 已经是水深火热了 什么情况 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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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情况 左右为难呢 容易说听不简单的吗 不然啊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你不会想脚踏两条船吧 这么简单啊 如果能踩得稳的话 我倒想试一下 左边踩一个快艇 右边踩一个油轮 我一脚踩上去 还没站稳 哐当就掉水里了 你不错啊你 又能左右右抱 还能实情化意的 得了 你别再跟我提那事了 我每天 用我坚强的意志力 告诉我自己 我看不到他 我看不到他 他不在 他不在 没事 没事 有用吧 你不提的话 还蛮管用的 提什么呢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 脚踩两只船 是谁啊 书风哥 你你啊 谁让你自己进来的 客人呢 不是 坐坐坐坐 坐坐说 不要疼 你们俩挺美的啊 在这吃吃甜品 聊聊着艳遇 把我一人扔个扔外边 于心何忍的 看样子 你是没有什么愿望 要实现了 太好了 刚才的话 但我没说 是 别别别别 别 我跟这儿住人 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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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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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怒 你真原谅你爸爸 我都没有爸爸 我原谅什么呀 可是你现在又 哥 哥 我的愿望基金 有没有上限 跟你招揽着客人数量成正比 那你就看 看好吧 大辆 大辆 他 Kra泉 我 roast 着 好 谢谢 对了 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新闻 一看就知道是假新闻 你别放在心上 我们都支持你 我都没当回事 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就是 要是真给你换个栏目就不好了 这样我们就缺少了合作的机会吗 所以才找你来商量 怎么样才能不减少合作的机会 不减少见面的次数 好表现有加分 办法是人想的吗 我一定会争取帮苏玥的忙 太多不错了 我这都没有做了 不错 好 是你啊 小伙子 你怎么来的 好点了吧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病 刘灵应该告诉我 这是这两天天明天的收入 还有钥匙 你看我一租医院了 倒是麻烦你了 不好意思了 以后有病就早点治疗 就不至于会这样 到底是老了我 身体也娇贵起来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那好 谢谢你还亲自跑一趟 你来啦 干嘛不接我电话 你打电话给我了吗 我怎么没看见呀 我最近不是一直忙着搬家吗 搬家就不能接电话了 这理由真的很奇怪 奇怪 奇怪吗 在奇怪人的眼中 看什么都很奇怪 你如果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走了 你真是在躲我 我干嘛要躲你 有必要躲你吗 李叔等我着急了 我要进去了 站住 话都还没说完呢 我都帮李叔看了两天的电了 你是不是该对我有所表示 有所表示 我该怎么表示 你不该对我有所表示吗 你这人真逗啊 我让你给李叔看见 那是为了你好 是想让你跟李叔多接触接触 你应该感谢我 莫名其妙 劝你以后别再自以为是了 你真以为你是李叔的救世主啊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 看来不见你 是对的 怎么说 你承认你是在躲我了 你既然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我觉得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应该保持一点距离 这样比较好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的 没必要 那是谁短信我 让我去天台的 你真懂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让你去天台 那是因为让你去照看甜品店 那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接近我的借口呢 所以说我脑子进水了吗 跟你落一八十说一大堆 再见 坐啊 你没事吧 我有什么事 没事 快把人家健身房给拆了 还说没事 来吧 喝口水吧 谢谢 兄弟 你该不会是因为刘林吧 谁因为他啊 你说 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他真因为我爱上他了 电话我不接 去个医院还偷偷摸摸的 谁想遇到他 你呀 每一句都是他 还说不是因为他 不过说实话 我也很久没看你发这么大脾气了 不说我了 你呢 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都知道的 我只希望我的麻烦可以快点过去 对了 有东西送你 怎么样 去韩国的双人套票 双人套票 你找谁去啊 管你找谁去啊 反正你身边女人那么多 说实话 你最近有点反常 我 哪反常了 就没女人在你身边 我不是没有 我是都改后半夜了 真的假的 你都不告诉我 什么人啊 不够兄弟 我跟你开玩笑的 哎 不过自从你想完了婚 夜生活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影子了 每天按时准点回家 在家庭怀抱里自甘满足 过得特别幸福吧 你觉得呢 或者可以说 还没结婚 还可以选择 看清楚自己的心 像我这样 没机会了 活该 是 这个针给我 不不不 你付我钱 我完全不介意 拿我去拿我去 电话 你自己待着吧 我接电话 老公你吃 你不用给我了 你给我水果 我也不会赞成的 为什么呀 不就是租个房子吗 哎呀 老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就租个房子 就给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凭什么 脑子有问题啊 两百多万投资投进去了 还差一点点房租吗 因为 你说 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人家老板 对我嫂子有兴趣 管着吗 我没有问你 别胡说八道啊 我就是觉得 一下给你砸头上了 他不会坑我们的 一点风险都没有 老公你怕什么呀 一点风险都没有 你以为西餐厅这么好做啊 你现在要做的是餐饮行业 你做过吗 你有经验吗 我问你 上海门面房房租多少钱一平米 知道吗 开个西餐厅 最起码两百平 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段 第一期的租金 压金 我估计 没有五十万下不来 五十万 不是风险吗 哎呦 不会我可以学嘛 什么事情都是有第一次的 我不去试 我哪知道我行不行啊 而且人家也说了 江湖险恶 不行就撤 要实在不行 就散伙呗 散伙 按投资比例来说 我也能分到百分之三十 那没有五十万 也有四十万 不会亏钱的 你还百分之三十 你就租个房子 破产了 凭什么人家给你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是白纸黑字 写在合约里的 人家说了 不管我以什么方式出 最后他都得付钱 人家合伙 还有拿干股的 那叫治理股 一分钱付出 最后还会分钱 丁娟 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你比较聪明 帮我讲两句 讲讲味 你们俩的事 我不插和啊 别找我 老公 你就帮帮我吧 我好不容易 有那么一点点的上进心 这么好个机会 既浪漫又高雅 既有情调 还能赚钱 还可以每天给一封牛排回来 你就帮帮我吧 好了 考虑一下 我说你真好 大车 写得怎么样了 正在罗列最壮中 这么慢啊 你写个检讨书 至于这么费劲吗 小说的书 看你是白读了 我正在努力的想 我仔细的想 我最后一次 写检讨书时候的状态 描述一下 帮你找找感觉 貌似是我小学 英年级的时候 哎呀 头疼死我了 这检讨书怎么写啊 烦死你也要好好写呀 不但要深刻的触及到灵魂 更要体现我的文采 大车 千万不要让我在领导面前丢脸 四大碗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赶紧回家 我写完创发给你 第二个选择 把嘴闭上 大车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 喂 领导 这么晚了打电话 周一上午来台里一趟吧 周一上午啊 有什么事啊 刚刚频道的李主任 给我打了电话 他是代表台里的几个主要领导 想跟你当面聊聊 啊 什么止息啊 基本上这个 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统一了 你就准备借新栏目吧 啊 我 不 不是凭什么呀 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 凭什么认为是我的错啊 好 就算这事是我的错 那总要有个申诉的机会吧 可你们现在呢 完全没有顾及我个人的感受 就给我换了阵地 你这样的结果 我不会服的 凭什么呀 宋玉 我是你的上司 你是你大哥 劝你一句啊 有些事情 我都顺不由己 何况你呢 好吧 有话周一来台里再说吧 怎么了 昨天了 可我说了你们的 你省了 投降书不用写了 真的 我怎么办呢 我先春心啊 我肯定了 夏宗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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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起那么早啊 你变什么功吗 他早上起来 思考 你在思考什么呢 是割地求和 还是战斗到底 委屈求全 还是犯上作乱 结果呢 应战死沙场 势不去白急 你战斗树枝得达到七千 我对你是无比的佩服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我就不信了 我还找不到一个 绝地反击的奇谋妙计 诶 月儿 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你真的没有必要 凡事这么矫正 你想想 就算你现在退一步 你也比我们这种普通人 要高端很多了 知足者常乐 不对啊 我跟你讲 如果这是冲锋陷阵 倒在敌人的炮火下 我死而无害 可这算什么呀 被自己人就给枪决了 我苏月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那你有何良策 糟糕人 进来 陆总 陆总 关于花园二期的宣传方案 我有些新想法 想向您汇报一下 坐下车 我仔细地考虑了之后 我发现 花园二期的销售 一直提不上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宣传重点 和其他的几个同期楼盘 并无差异化 大家一口同声 都在讲性价比 完全没有突出我们的独特性 这个我知道 解决方案呢 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 我们花园二期 无论是在建筑的外观 和室内的设计 和其他的几个同期楼盘 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们更显年轻化 更有时尚感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以后 我们的宣传 要把这个优势充分的放大 以此作为宣传的主基调 具体的手段呢 我目前想到一个方案 我们可以聘请一个 形象代言人 具有青春时尚的特质 在年轻人的群体中 有较大的影响力 具体的人选呢 我个人觉得 家人有约的主持人 苏月小姐 对我们还是比较契合的 苏月是挺有时尚范的 不过你得考虑主流购房的群体 真正掏钱出来买房的 可不是那些青春人群 主要还是儿历之年 和刚刚成家的人为主流的 找的形象代言人的形象 如果过于偏离主流群体 可是会适得其反的 陆总您放心 这个我也考虑过了 我们对苏月 完全不必有这个担心 因为她是婚恋节目的主持人 正好适合这个婚房群体 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会考虑一下 陆总 这是按照我刚才的思路 做的一份详细的宣传计划书 您看看 对了 吴欣那的方案有思路了吗 现在这个案子 我已经交给刘灵 他正在做 刘灵 他一个新来的员工 你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 能行吗 陆总您放心 我觉得他对宣传计划这方面 还是蛮有感觉的 我主要是想要借助 他这个半外行的状态 看能不能挖出一些 超出常规 见走偏锋的点子 在必要的时候 我会安排其他的同事 连同我一起介入进去 那行 先去忙吧 是 老主任 老师 我从大学一毕业就进到台里 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您看的是最清楚了 是 我知道您一向都很器重我 但这一次 我是真的没辙了 您一定要帮帮我 这一次啊 这个事出的呢 影响确实太大了 不给你点教训 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老主任 这个道理我都懂 这个道理我都懂 可以用到这么大动作吧 写检查 受处分 这个我都可以认 可就这样把我从家人有约上撤下来 我心里不服气 老主任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不是非赖的家人不走 就算是要走 也不能这个时候啊 我不想在哪里摔倒 就在哪里趴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一辈子会抬不起头的 苏月 你是我一手提起来的 我当然希望你越来越进步 可是 毕竟 我已经不在其位了 再给台里多天麻烦 好说 不好听 哎呀 老主任 您就再帮帮我吧 去一次去一次 好 这样 等上了班 我给他们打电话 看他们还给不给我这个老领导面子 我进人室 你听天命 实在不可挽回 那你也不要太执着 好吗 我就知道 老主任一定会帮我的 好好好 那就这样 那你好好休息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老主任 您就不用送我了 好好好 那你慢走啊 我还会再来看您的 好好好 再见啊 拜拜 老公 干嘛啊 有事好好说 这样说话 让人麻麻酥酥的 老公 几天下来不给你饭剑 你是不是不习惯了呀 哎 您等一下 以我的经验判断 你已经到色尤的阶段了 接下来 不会有什么好事 好了 别酝酿了 有事就说吧 是有那么丢丢的小事 别说给你钱开餐厅了 那不是小事 你怎么这样啊 你老婆现在遇到困难 需要老公大人的帮助 哎呀 老婆 我不是不帮你 不过五十万呢 那不是小数目 你没听过吗 越有钱的人 越缺钱 我这边公司的资金 原本就很紧张 我又接了一个新的案子 我还要去银行贷款呢 又抽出五十万 不是更紧张吗 我拿这些钱 又不是吃喝玩乐 是跟正经事 老公 等我赚了钱 我养你 给你分担压力 可是你这个事情呢 是不会赚钱的 百分之百赔下去 我做生意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这是真理 不是告诉你了 你租个房子 凭什么人家 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有两个解释 一 她脑子有问题 二 她另有心机 挖了个坑 等着买你呢 老公你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啊 我跟她无言无仇的 她挖什么坑啊 我没有阴暗啊 那你告诉我 她不认识你 为什么把便宜 往你身上推 因为 因为我人好呗 值得信任呗 你说这个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别小看人 虽然我不像你 那么有金银头脑 但我那么聪明 小小一个西餐店 我还搞不定啊 再说了 合伙人是朋友 什么事都好商量 就是你这句话 证明你不会做生意 告诉你 越好的朋友 越不会合伙做生意 做买卖 没事的时候 大家好好的 分钱的时候 不一样你争我多 说是说 给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不过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的话 她还会把股份还给你吗 到时候她不给 你也拿她没办法 怎么办 告诉法庭啊 还是跟她拼命啊 她只能自己倒霉 老公 你不要什么事情 都往坏的方向想 往好的方向想一想 未雨绸缪 有备无患 做生意嘛 要做最坏的打算 人家嫁给你之前 也是公司精英分子 现在倒好 空有一腔热血 无处挥洒 寂寞空虚了 老公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再这样下去 我会得忧郁症的 哎呀 喂 结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你管内 我管外 你想受你的 我忙了我的 谁也不演红神 除非天风地利 不可抗拒力 忘了吗 你现在是下决心不帮我了 最后的太多 靠谱的事情我一定帮 可这事情不靠谱 陈树枫 老婆 你别发小孩子脾气了 好不好 你都没把我当老婆 你自己过吧你 喂 老婆 我就讲道理 讲原则而已 难道我错了吗 亲哥的下河西上 双腿跪在那石头上 小亲哥的 小叔叔胡来 小叔叔非 把你我小脸扭过来 小亲哥的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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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身酸疼了 奶 妈 妈 浑身酸疼了 哎呀 四肢无力啊 走吧走吧 去医院 走 跟我去医院 不行不行 妈现在走不动了 我走 我打120 别别别 你看妈都这样了 别折腾妈了 哎呦 那就不能赶紧着 到了怎么办啊 哎呦 妈呀 哎呦 林安 你心疼妈吗 那还用说吗 那你能答应妈一件事吗 不是 你看妈都这样了 不久就得找你爸去了 哎呦 呸呸呸呸呸呸呸 您冲击量就是感冒发烧 你不要老胡思乱想 行行 我爸刚在天上清静两年 还不想让你上去烦他 哎呦 哎呦 说正经的啊 你看妈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你看妈现在这胸样 啊 那 你能满足妈一要求吗 孙露 我的亲妈 嗯 只要您不无私乱想 别说一个要求 十个一百个我都答应你 什么要求 你说的啊 你亲姑娘我说的 嗯 你答应了啊 亲姑娘答应了 不后悔啊 不后悔到底什么事啊妈 跟你说 嗯 就是那个 上回 你不是带回了一个帅小伙吗 你能让他再来一次吗 妈想见见他 跟他说句话 妈 你说是那个 不息怒呀 对呀 哎呦 哎呦 疼了 您见他干什么呀 妈就想请他吃个饭 嘱咐嘱咐他 给你爸爸关 哎呦 哎呦 不行 你不答应是不是 你这不是立马 让妈去找你爸 是不是 你太不笑了 哎呦 哎呦 疼啊 哎呦 行行行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哎呦 真受不起 哎呦 哎呦 答应了 答应了 哎呦 这才笑着呢 好 百孝顺危险 是不 啊 那行 嗯 嗯 哎呦 哎呦 这小伙儿 还挺费 我 啊 您不难找了 喂 你看这 美女展的好看 你看 像旁边似的 我说了 我说了不算 上面商量好的事情 你说我要硬顶就不放人 我 我哪敢干那么大你不到的事啊 啊 这个呀 你不用担心 我会跟他们打声招呼的 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还是要给机会的吗 何况 苏越的能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既然他现在不想离开 我们做领导的 也要讲点人情味嘛 在考虑大局的同时 也要顾及个人的感受是吧 老主任啊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 只要上面不强压的放人 我一定不让苏越走 那就好 记住 你和苏越 在我的眼里 都是自己人 在这种时候 自己人要帮助自己人 这我知道 我一定会为他争取的 好 那就这样 老主任再见 好了 老主任长话过来 你找了个好靠山 林导 我这可不是故意针对您啊 冤假错案 只要有个说理的地方 对吧 你是不是跟我置气 这都没用 我早就说过了 我本来就不愿意你走 可这由不得我呀 我又不是没有为你争取过 是吗 我知道 您印象都很照顾我 不 这个事啊 我实话实说 虽然老主任是传话过来的 但能不能过了这一关 还真不好说 你知道我们频道的人事 关系有多复杂 上面的几位 不一定都能给老林导面子 只要有一个是反对一切 你就甭想回到家人舞台上 没那么简单 那您说该怎么办 真不想放过你的 你怎么着都没用 其实这个事我想啊 你就缺一个合理的理由 这想干点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啊 您说 我要找个什么理由去 你别问我啊 问我也不知道 老主任和我能为你做的可都做了 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 只要你能拿出过硬的理由来 我就能为你死康到底 了解 谢谢领导 我妈一定喜欢你了 滚了 贵啊 太贵了 一家比一家贵 苏大娃 亲爱的大舅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网上 给我妈查韩国油 怎么都这么贵啊 喂 您好 你们部门那个刘林 跟苏月挺熟的对吧 她们是好姐妹 是这样的 我想请她去找苏月谈谈 看她那个代言分是多少 能不能给个面子便宜一点 当然 咱们公司也不差那点钱 不过能省则什么 是吧 没问题 我马上去安排 哎 陆总 还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你觉得我需要亲自去吗 好 陆总不用了 这种小事 怎么能让您亲自出马呢 我去就行了 没事了 还是我自己去吧 陆总 这种小事 绝对不能让您亲自去 您不用客气 我去就行了 这个女人 请她去旅游 她应该会挺开心的吧 喂 刘林 进来一下 好 进来 建敏 找我 来 坐 好 有这么个事 你看你能不能办到 什么事 你说 我跟陆总提议 想请苏玥 做我们花园二期的形象代言人 真的 让苏玥做我们代言人 那太好了 我能帮什么吗 你看你能不能私底下跟她聊一聊 那个代言费上 便宜一点 也算替公司省点钱吧 应该没问题 苏玥本身自己又不缺钱 而且我们都是好朋友 她一定会给这个面子的 那就好 你再跟她好好聊一聊 争取出一个最低价 另外 我跟你实话实说 我跟陆总提这么一个建议 是想间接地刀苏玥一把 算是尽我一点绵薄之力 让她度过眼前的难关吧 这个我明白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虽然不一定有用 但是我相信 她会尽你这个人情 不是不是 你不要误会啊 我并不希望 你告诉苏玥 这个事情是我一手促成的 我只想 默默地为苏玥做一些 我能力所及的事情 我不想让她有太大的压力 好像让她觉得欠我什么似的 哎呀你干嘛要这样啊 又不是你的错 你喜欢她 这有什么错呀 你为什么一定要一日藏着呀 你放心 我去的这件事情上 应该可以在她心里面 陪你加分 这我知道 但是 我知道自己很普通 配不上苏玥 所以我不想惹她不开心 只要她好就好 我默默地受一点暗恋的苦 也是值得的 你能别这么说吗 这么酸爱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不好意思是吧 行我帮你说 可以了吧 我来不上苏玥 我来不上苏玥 感谢观看